嗨!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下眼鏡的部分 這個眼鏡就是我在電腦桌才會用的眼鏡 我平常是不戴眼鏡 我拍影片應該很少看到我戴眼鏡 反正我只有在電腦桌前面會戴上這副眼鏡 那這副眼鏡有點久了 已經至少五年了吧 嗨!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眼鏡的部分 那眼鏡的一個眼鏡就是專門在 嗨!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眼鏡的部分 那眼鏡呢就是要解決我們看不到的問題 那就是有問題 然後這個就是解決方案 那我這一個眼鏡呢就是主要都在電腦A幕前面才會用的 那我平常都沒有在戴眼鏡 應該也很少看到我拍影片有戴眼鏡吧 反正這個眼鏡呢就有一個特殊目的 就是在電腦桌前面才會戴這個眼鏡 那在之前的技術 因為這個已經戴了好久好久 這應該有五年了吧 它上面的這個都漆都掉了 然後這個是太金屬了 我覺得材質還不錯 但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它的形狀跟我的臉不太符合 就是我臉都油油 啊眼鏡就會掉下來 然後我再把它推上去 然後我鏡片就會貼到我的眼皮 然後結果鏡片就會越來越髒 越來越髒 然後直到我整個眼鏡霧到不行 然後我就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 嗨!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嗨!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眼鏡的部分 那這一副眼鏡呢 已經用了至少五年了吧 它眼鏡上面的框 顏色都掉漆了 這個是太金屬了 質感還不錯 然後也還蠻輕的 這一個眼鏡只有在我用電腦的時候 在電腦桌前面的時候 才會戴上這副眼鏡 那遇到的問題呢 就是它跟我的臉型不太合 反正我就是會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然後我把它推上去 然後它推上去之後 它會碰到我的眼皮 鏡片會碰到我的眼皮 像這樣 然後我的鏡片就會越來越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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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知道它整個超霧 然後全部都是眼皮的油在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就 所以我們今天 所以我們今天配了一副新的眼鏡 所以我去高雄 然後 所以我就特別 所以我就特別去高雄 然後配了一副新的眼鏡 那這個眼鏡呢 是特別設計給 就是我在用電腦前面的時候的距離 就是真的是量身打造 用電腦環境的距離 來製造這個眼鏡的鏡片 就真的還蠻神奇的 就你平常量視力不是才量視力 然後看閃光 然後就可以生出一片鏡片了嗎 那這個鏡片呢 就真的是專門設計給 就是距離差不多70公分 就是在電腦桌前面 很神奇 就平常沒有這種技術 可以做到這麼精準的東西 但高雄這間可以做到 那反正這個是有點像客製化 那70公分以上 更遠的可能就看不清楚 那更近的可能也看不清楚 那就是非常專門的電腦眼鏡 所以我們就來開箱看看它到底長怎麼樣 到底長怎麼樣 嘿嘿嘿嘿 好想說 OK OK 字幕 李宗盛